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鸟董乐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经文 一切合同种种法门 得无差物 明离痴乱行 华言经卷十九 实行品第二十一之一 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赫萨离痴乱行 此菩萨成就正念 心无散乱 坚固不动 罪上清净 广大无量 无有迷惑 以示正念故 善解世间一切语言 能持出世诸法言说 所谓能持色法 非色法言说 能持建立色自信言说 乃至能持建立受想形式自信言说 心无痴乱 于世间中 此此生彼 心无痴乱 入胎出胎 心无痴乱 发菩提意 心无痴乱 世善知识 心无痴乱 勤修佛法 心无痴乱 觉知摩世 心无痴乱 离珠摩叶 心无痴乱 于不可说 结修菩萨行 心无痴乱 相闻致此 共请建辉法师慈悲开示 四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五百三十三日 好 我们继续要谈 这个修行的位置 那在这个修行当中呢 我们依着清静的发心 依着菩提心 从事见修 随所发行 安利 圣位 这圣位啊 是清静心 展现出来的层次 每一个阶段 都有它 对应的 修行法门 从第一 欢喜行 修布施 饶意行 修 持戒 无称恨行 修 忍辱 无尽行 修 精静 好 来自于到今天呢 我们要修的是禅定 那这个地方呢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第五 离 吃乱 乱行 一切 合同 种种 法门 德 无 差物 明 离 吃 乱 行 这里所有的修行啊 你都跟所有佛陀所说的法符合 意思就是身口意都能够完全一致 那这个一致啊 就叫做离 吃 乱 行 那这样子的状态呢 就是什么 第一 你的心能够安住在不吃 那不吃 不吃就是 始终 都没有疑惑 没有烦恼 没有无名 都很清楚 那这叫做智慧现前 那第二个就是不乱 不乱呢 是 如果乱了 就是 哎呀 我的心很乱 到底我要怎么办 怎么说话 怎么做事 你没有办法 按照你心里所想的 按照步骤 胸有成竹的去完成它 那所以啊 如果我们所学的这一切的法 是觉悟之法 可是你在生活中完全派不上用场 还是一团乱 那就表示呢 你是陷入吃跟乱的状态 那如果现在修到一致 你的理跟事是一致的 叫心想事成 那这样子一致呢 那就叫做理吃乱行 那要怎么样能够啊 把这个差距跟这个错误降到零呢 因为这样达到这种程度啊 就是一切合同种种法门 得无差误 那得无差误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错误 完全没有一点点的不符合清静的法门 那要达到准确率百分之百 哇那你真的是要很精准 什么方法可以很精准呢 就是现在所讲的修禅定 修禅定就可以让我们的心很精准 在华言经里所谈到的何等为离吃乱行 他所讲的就是菩萨呢 要成就的法门叫做正念 此菩萨成就正念 心无散乱坚固不动 所谓正念到底怎么定义呢 就是后面心不散也不乱 你的心啊不会三心二意 东看西看 其实就是专注 那乱呢就一致 你不会觉得 哇我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 感觉很混乱 有些人往东 有些人往西 那你的心呢就像这些状态 一下子七上 有的是八下 那这样子就叫做乱 那你的心呢不散又不乱的时候呢 这叫做正念 那又叫做坚固不动 非常的坚强 而且呢稳固 如如不动 那这个不动呢不是很固执 有的人是很固执 就是明顽不灵 不是 他的这个不动呢 是安住在清静的心 最上清静 广大无量 无有迷惑 我们所谓的正念啊 其实就是佛的心 佛的心啊 要千锤百炼的 不再 有任何的烦恼 是最上清静 最殊胜的 最清静的 清静当中更清静 是最无比的清静 那这个清静呢 不是啊 这个我自己一个人清静 他是广大的 无量的 就是佛光啊 佛的清静啊 是可以进化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会看到哦 佛陀的自己的暴身啊 他是这个清静的果报 有正报 就是佛有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就是无量的功德 还有依报 佛的依报呢 叫做极乐世界 叫做净土 你看诸上善人都在这个地方呢 能够安居乐业 但一个人所创造出来的环境 他的国土 还有他自己的身口意啊 可以达到这么的清静啊 而且呢 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在此 能够成就无上的道果 那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力量 还有大的成就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怎么去做到呢 其实就是从成就正面 这一个修行来成就 所以啊 就是有知道哦 我们要离一切的吃乱哦 很多人会说 哎呀 我乱了啦 我的心好乱 我都没有心情诵经 其实你心情越乱 你就越要用功 越要听法 要不然呢 永远都在吃跟乱的状态 那也有人说 哎呀 我都听不懂 哎呀 我觉得我程度不好 就是因为程度不好 才要多听 听久了 就会慢慢的懂了 那你如果不相应 你听不懂 很正常 因为我们就没有那种智慧 可是啊 佛作说 你要离开这种吃 要怎么办呢 要成就正面 以示正面故 善解世间一切语言 能持出世诸法言说 好 因为呢 有了这个正面 哎 你有什么状态呢 两个 一个就是你非常非常的了解 善解啊 世间所有的法 第二个 能持出世诸法言说 出世法 叫做解脱法 世间法 就是一切有违法 那你要了解啊 善解一切的语言 你看每个人呢 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有的人说他会说话 有的人很不会说话 那会说话的 不会说话的 他也许都是在某一个领域会 但是如果你成就这个正面 你可以了解一切的语言 包括呢 地狱 恶鬼 畜生 你都能够通达 那不但是通达 而且是一切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法 你都能够通达 就变得很会说话 说话呢 非常的清楚 而且色授 那再来呢 不是只会说俗话 而且还能够呢 说出世间的诸法言说 就是解脱法 菩萨道法 成佛之法 都能够明白 八万四千法门 无意不说 都能够了解 而且记得能识啊 所以啊 这个就是禅定的殊胜 一个人修禅 看起来刚开始啊 你以为好像没事做 这没有效率 怎么花那么多时间 在那边禅修呢 那禅修呢 还要万元放下 一念不生 那这个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禅修 那这生意都不用做了 那这个世界的经济就停摆了 你要发现哦 这个是菩萨的言语吗 不是这是一般世间人的想象 他并没有真实的来禅修 所以他才会用想象的 去思考禅修这件事情 他以为这是没效率 还不如我去多做一点事 多帮助一点人 多啊 这个去跑跑腿啊 那看起来好像呢 这样子比较有用啊 真的是发挥功能 事实上呢 菩萨摩赫萨 他在修这个禅定呢 叫做离吃乱行 离吃乱 是行得好的因 你不离吃乱 你就是去行 你就乱行 乱行又吃行啊 哎呀 你就是会帮到忙 所以啊 你要先成就的是 你的心要有智慧 而且要坚固不动 那接下来呢 自然就会发生 不可思议的功德 世间法也通达 初世间法也通达 那为什么 因为有智慧了 离开的吃就是智慧 智慧现前 你就能够明白 明白了之后呢 什么都 都可以成就 什么都会做 我们不知道 自己的心 有这么大的力量 就永远向外追求 如果你能够明白 你就会反求诸己 从自己的内心当中 寻求 清静的力量 那接下来呢 就再讲啊 举例 哪一些世间法 出世间法呢 所谓能持色法 非色法言说 能持建立色自信言说 乃至能持建立受想行事 自信言说 心无吃乱 这边呢 就要了解啊 一切的五蕴之法 色受想行事 而且呢 不是只是在研究 哇 这个色 好看啊 不好看 这个瘦啊 哇 他的个性好啊 不好啊 他是情绪稳定啊 不稳定 不是 他不是只有在研究表象 而是研究了一切五蕴之法的自信 所谓的自信啊 就是诸法之本性 那这叫做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真不解 那你要了解啊 那对于这个诸法自信的言说 你要怎么样呢 来表达 来言说 那这都是很清楚的 再来呢 于世间中 死此生彼 心无吃乱 所以呢 要了解什么 叫做业果 我这一生死了之后 会去哪里 这件事情呢 如果你知道 你就不会害怕生死 那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怕死 贪生怕死 能够多活一天 就是多活一天 想尽办法 要让自己延长寿命 这就是不了解 自己死了之后去哪里 才会产生这种痛苦 才会希望能够多一点的时间 那你的心呢 就会陷入一种愚痴的执着 那有的人说 哎呀 我要舍兽给我的父母 让他可以长命百岁 纵使啊 长命百岁 也是会有死的一天 所以啊 我们自己的发心 要很清楚 如果你有智慧 不管是长寿 还是短寿 你都能够如实的明白 未来会去哪里 那么你就会生死自在 所以心无痴乱呢 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呢 入胎出胎 心无痴乱 发菩提意 心无痴乱 世善之士 心无痴乱 勤修佛法 心无痴乱 觉知魔士 心无痴乱 离珠魔叶 心无痴乱 欲不可说解 修菩萨行 心无痴乱 接下来呢 哎 当我们知道啊 这一生 啊 死 此而生彼 生到哪里呢 啊 有两种方向 一个是 随夜往生 那随夜往生的话呢 哎 你这个死到哪里去 生到哪里去 你就会迷迷不乎 因为你是吃乱的去投胎 所以以下呢 就不再论 随夜往生 而是随愿往生 随愿往生 菩萨呢 从死的那一刻 他随着愿 而生到哪里 他非常清楚 好 那他要投胎到谁家 他非常清楚 出生 要怎么出生 他心无痴乱 非常清楚 发菩提心 心无痴乱 那至于呢 学习佛法 心无痴乱 学习要找哪一个人来学习 他非常清楚 他自己很清楚 他会去找老师 那如果不清楚 他就只能去上学 然后看被分配到哪一个班 那就是他的业 我是假班 乙班 丙班 那你遇到哪个老师 就是你的命 所以呢 你就不知道 你要怎么选择好的老师 那你如果是很清楚的 有智慧的菩萨 他就会选择善知识 作为他的老师 作为他的学习的对象 如果没有这种智慧 你遇到的同学 那就要随你的业 你遇到好同学 是因为你的幸运 遇到坏同学 也是你的厄运 所以呢 那这就是因缘 什么因缘 就是业的因缘 但是如果是怨的因缘 你的心始终都是 无痴无乱的时候 你这一辈子 于不可说解 修菩萨行 你都能够 依着智慧心 走到就近 走到成佛 所以这一段 就可以告诉我们 凡事 就是掌握一个原则 心无痴乱 你自然了眼前的路 就畅通无比 你如果心是在吃乱 你纵使活到了佛国净土 你身边有诸上善人 都还是错失良机 佛陀的弟子 也有人还在堕落 佛陀的弟子 也有人是成道正果 那么到底是佛陀的问题吧 佛陀不认真教 当然不是 是你自己愿不愿意 让自己不要错失 与佛相应的因缘 而让自己的心 无痴无乱 所以这一段 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修行 能够明白这件事情 你就知道 正念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就要培养自己的正念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师父 各位师兄大家好 我是阎敏 我想提一个问题 请教师父 一般人都是以忘心用根 在延期不实在的幻化世间 用执着分别心 用颠倒心 是否多需通通放下 不要被假象所黏住 这就是真心 不生不内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修议法门沿通 是否能 延续到各法门沿通 无有区别的一个境界 请师父开示 很好的问题 所谓一法通法法通 如果我们不知道 一切法即是佛法 佛法其实不离一切法 我们就会以为 隔行如隔山 就像我们现在说 我要学医 我要花七年的时间 如果我学医学医学 我要半路 要转行 要斜杠 就去做艺术 我要来画画 我又要花十年的时间 如果现在要来出家 那就可能要从零开始学 世间的所有的这一切的法 好像是彼此之间不相通 那是因为你不明白 诸法的本质 没有真的懂 这个本体 没有一体而修 而没有去透视 这个所有一切万法的本质 才会在表象上 会有各种不同的专业 你要累积不同的经验 但是如果我们从 这个本体上来讲的话 一切法不离自信 一切法也不离这个真心 万法为心 那你就回到本心了之后 你突然之间会通达所有的一切法 所以这边就讲 我们要先摄用归体 先把自己的散乱心收起来 先把自己的平 攀原心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 就剩下什么 清净的自信 你不随着攀原心 不吃不乱的之后 你就有一个正念之心 那这个正念 就会让我们突然之间 通达一切的世间 出世间法 是这样 所以你说是不是这样 依此原则 了解了一切法之后 你就什么都会 你就会发现 这个菩萨到修 禅定波罗蜜的时候 突然变成多才多艺 因为这个禅定成就 他不但是自己的修为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有正量 而且对于杜众生的一切的世间法门 都能够怎样 通达无碍 所以会通达五明 那这个是因为智慧 本来就是通一切万法 那只要有智慧 你做什么都会成功 所以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就是做什么像什么 那做事做人都有样子 那至于你要去画个图 你也有那个样子 要去煮个饭 那你也有样子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通通都会 为什么 因为万法的这个本质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规则 那你了解了这个规则 你就不会被这个表象的差距 感觉好像差很多 那或者是完全是陷入一种迷失 我们就完全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 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成就正念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他会开启了我们自己本具的智慧 那接下来就依着这个智慧 而展现无量无边的功德力 因为这里讲这个正念是什么 广大无量 广大无量就是广大 就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吃得开 每个地方你到哪里去 后面怎样 无有迷惑 你完全不会迷迷糊糊 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了解 要不然有很多人说 我要学很多很多的法 学很多的技术 我真的没有空来学佛法 这个是不懂佛法的殊胜 你把佛法摆在第一顺位 你懂了佛法 你其他世间法通通都通了 这就是一法通诸法之通 好谢谢 感谢师父 谢谢 各位法师 各位师兄大家好 我是姿林 刚刚听了师父的开示 我知道说我们勤修佛法 可以各种法人们都可以一念定心 集而长照 那透过练习禅定 可以实时内观 安住在亲近的正念当中 兼顾不动 那我刚刚听师父的开示 有讲到说 那个来世的入胎投胎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有兴趣 就是说今生讲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成就功德圆满 那如果我们再来轮回转世的话 那也是的亲近正念的种子 对于这个来世入胎投胎 会有怎样的影响 是否再请师父再跟我们多加开示 因为我刚刚有听到老师 听到师父说 会有那个老师 那是否会有人来跟我们指导 请师父开示 阿弥陀佛 好谢谢 而且这个来世这件事情要从这一世开始 我们可以先从每天每天的生活当中 随时保持自己的心 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 那这个禅定是在每一个当下 这个当下我现在这五分钟 我可以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师父举一个例子 就像刚才我们要考试 因为我们知道后面要考试 所以前面在听的时候就很认真 那在考试的时候提起这三 这八个题目一提 对对对我刚才听过 听过的这个短期记忆 你就记得 再加上再重新复习一下 你就会印象很深刻 那当我们是没有要考试的时候 你就会一边煮饭一边听 一边扫地一边听 一边讲电话一边听 就是叫做梦听 就是有听就好 你的那个心是散乱的 你听起来 你等于有听等于没有听 就是只剩下师父的声音很好听 到底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 会成就自己要往哪里去 那我们24小时当中 如果随时都能够像刚才这样 为了要很专注的把它 几乎都要背起来的这种状态呢 那你继续维持 白天也是如此 晚上也是如此 那你每天每天都练习的话 你会发现一年两年你就很明显的不同 你的清楚度你会很明显的不同 一天两天分不太出来 但是你一年两年下来就不得了 不得了之后呢 你会对于未来入胎出胎这件事情 你就有把握 你会相信呢 人是可以透过禅定的修行 乃至于我到哪里去 你都还会清清楚楚 如果没有准备 所有的人到要走的时候都没有准备 一定是陷入吃跟乱 什么叫吃 就是陷入无意识的状态 你看啊 睡觉的时候走好好哦 才没有 因为你睡觉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去哪里 你也不知道你走了 然后乱呢 就是啊 我如果醒着知道我要走了 我根本就是心乱到你要去哪里 不知道 我到底是要去东方呢 还是要去西方呢 谁要来接我呢 那个人有没有做记号呢 他有没有带一只玫瑰花来告诉我 他是我的老师呢 你就会根本认不出来 纵使佛来还是摩来 你还是认不出来 因为你不知道 你的心到底要听谁的 所以呢 心无吃乱这件事情 要从现在开始准备 我们今天可以在短期内 看到自己的进步 你就要相信 依此的方向呢 你一定会看到你的未来 如果现在啊 哎呀 我一年两年三年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那你就会很容易在未来的时候会放弃 所以要从短期的修行开始 然后慢慢的把这种好的状态延长 那这样子我们会有信心 那有信心呢 啊 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要不然呢 即使告诉你说啊 将来一定会去哪里 那也不能把握啊 因为我现在很想去 到时候我不想去怎么办 说不定呢 会有一些奇怪的缘分跑出来 那这个你到时候要怎么样 打电话给师傅吗 师傅也不一定能够刚刚好 所以其实啊 我们与其未来要怎么样 不如现在我们每天在休息 或者是在做事 每天很忙 或者是很闲 都没有关系 每天要记得修行 不管现在的时间 是长还是短 你不要认为自己有时间 我等到有时间 再来怎么样 就是每一个当下 就是我们修行的最好时机 那这样子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行 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聪明的笨的 很忙的还是不忙的 通通都可以修行 这是最聪明的修行方法 好谢谢 谢谢师傅开始 谢谢